沙滩上有一些危险的生物,这些生物可能会使人类受伤,也有可能会让人面临生命危险,所以你永远不应该独自在沙滩上行走。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人们在沙滩上遇见的危险动物——螃蟹,在沙滩上生活着一种螃蟹,这种螃蟹的钳子非常的大,它的攻击力也很强。 如果你在沙滩上行走时碰到了这种螃蟹,一定要马上逃离,否则它们的钳子可能会让你受伤。 如果你的脚不小心碰到了这种螃蟹,螃蟹就会用钳子夹住你的大脚趾,然后将它夹断。 十一,在沙滩上你可能会碰到一种非常会伪装的鱼,这种一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一样,但其实这是一种生活在海洋深处的鱼类,它的背部充满了毒素,如果不小心用脚踩在了这种鱼的身上,你的皮肤就有可能会发生会烂。 捕鱼螺,在沙滩上生活着一种奇怪的路,这种螺看上去与普通的螺差不多,但却有一些区别,这种螺的身体内部拥有一个长长的触手,这个触手能够从身体中弹射出去将鱼类捕捉。 所以如果你在沙滩上遇到了这种螺,一定要马上离开。 松茂水母 松茂水母有时候也被人叫做葡萄牙战剑,因为这种水母长得非常像帽子,所以科学家们就为它起名为松茂水母。 这种水母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呈现蓝色或者是紫色,看上去非常的美丽,但其实这种水母拥有剧毒,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它们的身体,很有可能会当场暴毙。 长刺海胆,海胆是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,海胆生活在潜水区,有一些海胆可以被食用,但有一些海胆却非常的危险。 在海洋中,有一种海胆,这种海胆的刺非常的长,每一根都有十厘米,如果不小心被这种海胆触碰到,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 海狮,海狮的体型巨大,有二百斤重,如果不小心在沙滩上遇到了海狮,一定要马上离开,否则海狮可能会将你压扁。 魔鬼鱼,在海洋里生活着一种魔鬼鱼这种鱼,除了长相可怕以外,它们的尾巴上有一根毒刺,如果不小心被这根刺刺到,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 蓝环章鱼,在海洋里生活着一种软体生物,这种生物被叫做蓝环章鱼,它们的身体上有一些蓝色的圆环,这些圆环就是一种标志,标志着这种生物有剧毒。 科特,河豚遇到危险时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冲气,然后将自己冲成一个圆球形,河豚本身没毒,但是如果有人将河豚当成鲤鱼做成了饭菜之后,吃进肚子里就有可能会中毒。 海星,在沙滩上生活着一些海星,这些海星与普通海星不同,它们的体内拥有不同种类的毒素,如果不小心碰到这些海星,很有可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感。 鲨鱼,鲨鱼是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猎食者,鲨鱼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存在,如果你独自行走在沙滩上,然后遇到了一头鲨鱼,一定要马上离开。 海阔鱼,海阔鱼是一种喜欢吃海藻的海洋生物,它们吃了什么海藻身体的颜色就会呈现什么? 海阔鱼的体内有一个毒线,既可以消化食物,又可以攻击敌人。 沙滩蚂蚂蚁,在沙滩上有一种蚂蚁,这种蚂蚁喜欢攻击人类,如果你的不小心碰到了这些蚂蚁,你的身体上就会出现红色的疹子,需要涂抹专业的药膏才可以治愈。 搁浅的鲸鱼,如果你独自行走在沙滩上,很有可能会遇到搁浅的鲸鱼,这些鲸鱼的体型巨大,看上去非常恐怖。